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后时期有一位名叫苏秦的人 他为了实现理想 经常到各国宣扬自己的理念 他写了好几封信给秦国的秦桧王 希望能得到官职 但是秦桧王没有接受他的请求 苏秦感到很沮丧 穿着旧衣和破鞋回到家乡 看到苏秦时宜的模样 父母不愿意和他说话 妻子也只顾着织布 不想理会苏秦 苏秦只好拜托嫂嫂 帮他准备食物 但是嫂嫂不但没有答应 还责备他一番 苏秦觉得很难过 把自己关在房里 心里想着 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因为学问不够精深 无法施展抱负 大家才会看不起我 于是 苏秦开始努力读书 研究军队作战的方法 有时看书看到打瞌睡 还会用锥子猛刺大腿 体振一下精神 过了一年以后 苏秦终于从书中 领悟了和宗的道理 他决定前往赵国 向赵王提出和宗政策 希望联合各国 一起反抗强大的秦国 这个政策获得赵王的权力支持 苏秦也因此被封为宰相 成为宰相的苏秦 有一天经过了家乡 这次的队伍身世浩大 与他一年前返家的情况 完全不同 苏秦家人的态度 也有了转变 除了费心的清扫家园 父母还拄着拐杖 在大入口等候 苏秦的哥哥 嫂嫂和妻子 甚至跪在地上迎接他 大家都对他恭敬有礼 苏秦想起当时受到的无情对待 忍不住叹气 大嫂 您今天真是多礼了 以前对我的态度不是这样啊 苏秦的嫂嫂爬在地上 小声的回答 这是因为您已经当上大官 拥有了名望和财富 我怎么敢再用从前的方式对待您呢 苏秦听了 感慨地说 贫穷的时候 连父母都不把我当儿子看待 等到我大富大贵时 亲友们都很敬畏我 态度如此大的转变 真是令人感伤啊 生活总有不如意的时候 当看到有人遇到困难时 有的人会给予温暖 有的人却是用轻视的态度嘲笑他人 等到对方有成就之后 又展开笑脸巴结他们 态度真是大不同啊 听完前句后宫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终点吗 是发生什么事情 让淑秦带着失落的心情回家呢 后来 淑秦又发生什么转变呢 现在 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的缘起 苏秦提倡的政策 不被秦桧王采用 带着失落的心情回家 过程中 家人看到苏秦失忆的模样 对他很冷漠 苏秦下定决心苦毒 终于领悟军队作战的方法 故事的结果 苏秦联合六国成功阻止秦国入侵 因此担任宰相名利双收 让家人不再轻视他 同学们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 前句后宫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地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如果你是苏秦 面对家人的忍漠对待 感受会是如何 要怎么做 才能改变他们对你的看法呢 如果苏秦遇到失败就放弃 结果会变得如何呢 上面两个问题 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朋友老师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 前句后宫 是形容先前傲慢无礼 后来又谦卑恭敬 态度转变迅速 主要使用在 用来表达人的态度 随着对方身份地位不同 而转变 现在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前句后宫可以怎么使用吧 知道我当上模范生 他前句后宫的态度 令人无奈 杂货店老板知道你要来买东西 就热情交代 前句后宫的表情真是夸张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与前句后宫相关的词 有哪些吧 相似词有 前慢后宫 前句后碑 相反词有 前后一致 始终如一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各位同学 我们下次见 拜拜